上次我特别提到,我们入了中国的农村工作都有22年 每年都是去探访一些我们资助的读书的石鹅哥 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给钱他,而是我们是爱他,关心他 他们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或者父母是有些病了,甚至死了,孤儿 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叔叔阿姨,虽然很远很远,但是我们会纪念他们 而且会每年是很远的飞到来,我们去广西之后,由加拿大飞到香港 都要温哥华12个小时,多人多15-16个小时 然后再坐飞机进广西,一个多钟 由广西再坐车几个小时,去到农村的园城 然后完成,再坐车整个小时,去农村探讨那些石鹅哥的家 每次我有去探访他,都是表示一种我们对他的关系 每次我都会和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 就是说人生是有希望的,人类最重要是有真正的人爱 人能够是不懂的人都比此相爱,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 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家人相爱,当然很正常 但我们都要爱一些我们不懂的人,我们对陌生人的爱 是可以带给他们一种不同的胸怀和眼界 而我们每次都有一种,我们来自基督徒生命的那种无条件的爱 我们来自基督徒生命的爱 到他们长大,他们又知道我们有信仰 所以他们又会去追求,挺有趣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去爱护和探访 甚至去拥抱这些小孩 告诉他们,我们叔叔阿姨都是中国人 我们是很爱你们 而这首歌很多时都会哭,都会有感动 但最近这三年,三年来我们都没有机会再进去探讨我们的小孩 其实我们很怀念他们 有些他们已经拔了业,出去读大学 而我们和他只能通过一些zoom等等 我们去对他说些说话之类 不过,由于我们通过中国里面的爱德基金会的合作 去探讨他们 这个爱德基金会的工作 他本身也有一个交价背景建立的基金会 在中国里面 去的人有一部分都是有信仰的 即是带着这种类似的爱心 但是忠实没有信仰的 也是很有中国文化讲的人爱的心去探讨他们 而取外基金会支持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和中国广西的一个基金会 是合作叫协力基金会 他和官方教会有关系 所以我们亦可以比较容易做得到 通过他们去探望学生 以及去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以前我们看到他们都会写一封信给我们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但是他们的信都落到我们的手上 这次我们有封信 在田东有一个在广西的学生 他说去年七月 我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导致我本来不是富裕家庭 而是雪上家商 即是爸爸死了做孤儿 他家女 要维持我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上学 因为他们少数民族 所以中国最少民族的教会是好的 让他们多生孩子 汉人曾经一段时间 是限制生一个 是控制人口 但少数民族可以多生 因为他族裔比较小 那就不同了 而他说我们有三个人要上学 还要去养父母 外公外婆四个老人 真是很大的压力 这些所有东西 全部由他的继母 不是他的亲生母 是一个人来到承担 一家大世所有的生活和读书 所以他们去读书的时候 其实学费都不够 我们的资助临到 他说我都非常感谢你们的资助 减轻了我们家的一部分的压力 他说我能够继续安心学习 我们是素未谋面的 甚至是不认识 但你们无私的资助我们 这一份善意 深深的温暖了我 如果我今后不是窮困到 只要有拿得出的钱 我一定像你们那样 向你们学习 去帮助其他有困难的学生 把这份温暖延续下去 这个我看到很感动 因为我们做这一切目的 就是希望他会爱其他人 他见到有人 是一个榜样 是可以无端端去帮助其他人 只因为爱 他也可以以后 他将来如果我不是窮困到 我一定会去 这样做回 是对那些我不懂的人 是爱他 很多困难的爱他 是将我温暖延续下去 那这个同学叫湘荣 那他是失去了父亲 那当然要悲伤 但是又要担心着家庭的收入 那老人家的生活 其他的弟妹的工作 他的压力真的很大 那但原来我们那些 的资助 不过是几千元人民币的钱 是让他的生命 有一个改变 他明白有人爱他是 没有条件的 而且他决定 也都要去 好像这样爱其他的人 那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 我们很辛苦 又去探望他们 又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原来 是他们有这样的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的渴望 我们渴望就是 中国经过过去 很深长的苦难 我们这个民族 是受外国的欺凌很多年 然后我们内乱又很多年 接着到49年之后 全国统一大之后 又经过很多的斗争 中文化大革命 又经过大约征 这些灾难 又大饥荒的灾难 那其实是很悲苦的 中国人经历 但是中国人又很奋斗的 他要站起来 所以当他重新要站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上帝的枯潮 我就要回去 用爱去重建中国 我是拒绝 是用一种的 歹毒的说话 一种的 是 憤怒的心态去对中国 在过去中国曾经是有 犯过一些的错误 有些中国自己说 经过一些曲折 但是我们不是去奋行 我们是用爱 这个是我的基本上 爱才能够改变世界 爱才能够 是中国会变得更美好 这个是耶稣基督教我们 耶稣他不是用审判 来到对付人类 他是用牺牲在十字架上 来爱人类 是他死而复活 就是代表着 所有的艰难痛苦 所有的罪恶都可以过去 然后可以重新开始 一切有重新开始 人生才有盼望 但是中国经过一个大乱之后 特别是文革一次自己内部 但是之前经过百多年 都有外国欺凌的大乱 或者侵略带来的大乱 还是更惨 但是到最后一次就是文革 就是经过这一次 人是带着很多的伤痛 一种的瘡伤 这种瘡伤是需要去医治 这个是基督教教导 耶稣基督教导 我们是爱才可以 医治这个世界的瘡伤 可以医治世界的 种种的苦难 如果 你用仇恨 只会让世界更多的仇恨 但很可惜 今天这个世界 就是到处都是鼓吹仇恨 这个是人类的罪性的特质 但是我们要不同 这个世界的权贵 所鼓吹的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立 以及仇恨 我们是要用基督的爱 希望中国经过种种艰难 能够重建 重建就是中国人 学会他们祖先教来的人爱 又学会无条件的爱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会有很多的 所以 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中国农村 我们阅读到 这些高中生内心的伤痛 和对人生的迷茫 我们知道 他们是有很多困难和压力 而我们 也不是很多钱的人 我们合同一些人 有点钱 大家都尽力 用无条件的爱去帮助他们 以至到我们的工作 其中一部分 曾经在云南之后 也去到广西 就是说 我们希望那些学生 能够 他们其中的工作 接受他们的资助 就是他们都要做一些事 去帮助其他人 结果他们很受 我们叫爱心传承 那个计划 那种精神影响到他们 大学毕业 我们联络到的大学毕业 我们联络到的大学毕业 都有百多个 我们已经很多年了 十几二十年 跟他们的关系 但是 一路工到大学毕业 出来做工 有些读了博士 读了博士 去到射士 有些出来做工 都开始找到一些钱 他们组成了一个叫 爱心传承动力網 就是所谓 我们的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机构 所资助 所帮助的那些人 他们组成了一个爱心的网 他们都去帮助人 这个我们知道 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而我们的义工 或者我们的工人 人员 都继续鼓励他们 支持他们 我们不是给钱 他们自己出席 我们在精神上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继承了 我们传给他们的爱的生命 所以他们最近在雲南的文山自治州 我们帮助学校一段时间 到大学毕业的班 我们都继续在大学那里 资助他们读书 然后他们去不同的大学 之后他们出席 就聚在一起 那些旧同学 他们分不同班级的旧同学 大家就组成一个爱心的动力網 在文山自治州附近 一个是庄族和妙族的地方 那个院里面 有些小学生 都很小的 幼稚园和小学 大概都是百多人 但是他们都是留守儿童 所以我们这班学生 已经毕业了大学生 即是已经做工了 现在进去 就给他们了解山川之外的世界 即是课堂之外的一个更大的世界 于是他们捐了一批书 以及进去帮他们读书架 给他们做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去读书 他们捐了一批书 让这班由幼稚园到小学的学生 可以去看书 可以去做研究 然后一对一通过Zoom 因为现在病疫了 不能够探望他们 病疫期间 一对一用Zoom 是和他们在线上 和他们一起读书 陪他们读书 使得他们可以 通过读书 改变了他们看东西的方式 让他们更加有远大眼光 那里面有些学生写来的信 有些弟弟的字迹 而在这首歌自己里面 他看了朱智清的《何堂月色》 他就说了他自己的感想 他特别是提到 这篇文章是有动人心拍的一种力量 他说朱智清的文笔是简洁 没有知曼 而且好像一幅图画 教了他很多文学的写作方式 于是我们的学生 又写成给这个孩子 去鼓励他 应该如何 继续再看什么书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 我们留下的爱 下一代又继续传开去 使得中国 能够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这个就是中国日渐 开始解决负败问题 开始解决腐败问题 开始走运腐足的过程中 我们曾经付出过 二十多年的努力 是帮过一小部分 极少的一部分 的年轻人 做一个有志向 有理想 有爱的人 这是我们对国家民族 剩下的一些责任 这里我们主要是 根据圣经的一个教导 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 《欲喜乐的人要同乐》 《欲哭的人要同乐》 《欲哭的人要同乐》 即是说 这个世间有些人是哀哭的 你要和他一起哭 这个世间有人快乐 你和他一起哭 就是你的生命能够感通于其他人 这个就叫做爱 感通就是感应 沟通于另外一些人的生命的 情态以及他的内心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我们 基督的爱 就是他用他的爱 来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承担我们的痛苦 然后将我们的罪过 所带来的惩罚 他担当了接受代爱之后的惩罚 以使我们释放于这个罪的审判 让我们可以有自由 内心的释放自由 那么他和我们一起快乐 一起哭泣 让我们能够 真是用爱心去对其他人的正义 《圣经》在十七节 十二章十七节 《罗马书》首说 他说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不要以恶报恶 我们经常见到恶的 就去指责去批判 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但是你以恶去报恶 结果世间人是更恶的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你做的都是让大家觉得好的 对人有帮助的才去做 这些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行为的准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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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